一年一度的青春专案又来临了 彰化县警察局在暑期期间 为提倡青少年从事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 15日上午在彰化县警察局六楼礼堂举办 幸运草反读为电影记者会 彰化县副县长杨仲代表县长卓博员与会 会中并发表警察局与金城中学合作拍摄的幸运草为电影 藉由影片提醒民众毒品的可怕 千万不可轻易尝试及付警示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幸运草为电影是由彰化县警察局同仁全部自行独立完成 将来作为反读宣导一定能创造很大的效益 借此呼吁青年朋友们要珍惜生命拒绝毒品 标武标哥不标车 遵法守法唾弃黑帮 防治家暴性轻保护儿童 公益频道陈文硕张华采访报导